為了落實宣傳前瞻基礎建設與長照2.0等政策 新政院長賴清德開始下鄉之旅第一站來到屏東 政府總統希望能夠解決台灣下一個世代所需要的基礎建設 也希望能夠藉由公共支出的擴大 帶動經濟的發展 然後公司協力 讓我們的經濟能夠持續進步 新政院長賴清德強調 為了落實與地方溝通換刀走透透 除了實際傾聽地方政府的需求外 也會落實新政策的傳達及宣導 行政院有史以來第一次由行政院長率部會所長到各個縣市 屏東又是賴院長選擇的在本島的第一站 那我身為過去的革命夥伴 也是一個一絲一有的這樣的關係 要代表現政府歡迎 中央政府推動新政策不僅時常引發朝野爭議 也會因為政策宣導不夠清楚 衍生民眾也不支持 賴清德這次親自下鄉 要透過面對面溝通 獲得民意隊政策的支持 關於新聞 陳妍衛 丁向城 屏東報導